其实我们如果要餐厅解封也要让餐厅有时间准备 如果宣布的话下个礼拜二开始 疫情趋缓柯文哲松口开放内用时间点 但他自豪的防疫全国国内外似乎买账的不多 国际英文杂志外交家以为什么台湾再次击退COVID-19为题报道 文中提到柯文哲被严厉批判防疫表现 包含足迹疫苗分配系统政策失败 把病毒在社区传播责任推给他人 大三他不情愿的接受中央指导 还把对抗传染病的执行工作都交给副市长 而这英文政治刊物去年总统登过五月号封面人物 今年陈时中也曾投书呼吁WHO接纳台湾 随便拿一本外国杂志来问我说 这个怎样怎样叫我们要回应你知道 这个报道也没有乱写一通 柯文哲自然不认但就连国内杂志民调 也显示他的满意度敬陪莫作 远见杂志最新县市长施政满意度 侯友宜夺冠 潘梦安第二但是绿营最高 柯文哲则以44.4%最后 分析六都中排名依序是侯友宜 郑文灿 黄伟哲 陈奇曼 卢秀燕和柯文哲 但卢秀燕是唯一和去年比较有进步的 如果有好成绩都是市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你满意吗 我们还好努力做事吧 台北市在过去这几年进步很大 像那个城市评比 英国经济学院我记得我上任的时候 台北市在全世界排名60 到今年已经压到前面33名了 翻出其他数据 要说不在意 恐怕还是骗人的 TVBS周光宏李自恒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